逼近台东 台铁一应了剧烈的风雨 因此花东县班次全部停驶 不过还是有零星的旅客来到车站 才知道列车停驶了 目前只能换搭其他的交通工具离开 现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陈冠宇 是的 主播记者现在所在位置 是台东的车站 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现在仪表板上 所有的列车都已经是停驶的状况 随着这个风雨组件变大 台铁就因应目前的车市是停驶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汽车站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游客 然后他们来到这边 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家 那想要问一下这个先生 那你今天是想要去哪边 然后来这边的时候 就发现已经没有车了 大概就是在两点多的时候 我想要去台中 然后就发现已经没有车可以回去了 那想问一下 因为现在好像风雨越来越强劲 那你知道之后可能要在台东过夜吗 还是有其他 比如说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回去呢 就是想说可能就在这个火车站这边过夜 到明天早上再去买票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台铁部分车次停驶 那另外晚间市区也是刮起了强震风 路速是不停的摇晃 那震风呢 根据这个气象署的预测 平均风速也达到八九级 最大强震风可能飙破十四级 那晚上这些旅客啊 已经要可能要找饭店啊 或是寻求其他交通工具才能回家 那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时间镜头交还彭丽主播 好 好